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诅咒 今天小编就要和大家聊聊如何学会放下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小编前段时间看到了一条新闻 心里唏嘘了很久 某年7月底 中国武汉红山警方在采集群众基础信息时 在一处已经废弃了多年的拆迁房里 竟意外发现了一个捡垃圾的流浪女孩 女孩衣衫蓝绿 连身份证也丢了 她一个人独自住在一个自己搭建的捡一窝棚里 而她身边堆满着各种她收集来准备卖钱的垃圾 当时民警看到这个情况后觉得不对劲 于是便上前询问她 你是哪里人 老家住在什么地方 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女孩吱吱吱吱的最后才低声说 我叫小娟 是最近来这片区域捡垃圾的 就住在这拆迁房的三楼 当民警把小娟带回派出所做人物信息比对时 才发现这个叫小娟的女孩竟然是已经失踪了整整12年的女大学生 原来小娟今年已经30多岁了 而她曾经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 但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 父母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而小娟为了不再给家里增加负担 她选择贷款上大学 并在大学就读期间经常出来做家教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在父母的眼中 女儿乖巧向上 可是没人知道经济上的困顿给内向的小娟施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 2007年从武汉某知名高校毕业后 小娟准备留在武汉工作 可是不幸的是 她的工作一直不如意 在一次找工作的路上 又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 种种遭遇 最终让小娟的心理彻底崩溃了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多年的培养 但是她又不想自己再成为家庭的累赘 于是竟然毅然断了和家人的联络 在武汉靠捡垃圾卖废品来维持生计 小娟她这一别就是整整12年 12年里 小娟的父母为了寻找他们的女儿 变卖了家里的房子 花光了所有积蓄 走遍了武汉的各个大街小巷 还先后到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逢餐露宿 年复一年 便学无果 四千多个日日夜夜 一家人连眼泪都哭干了 就在他们已经濒临绝望时 民警终于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了老两口的身边 当这件事情被发布到网络上以后 许多网友都对小娟12年的遭遇表示同情 但同时也对她选择逃避的行为 而给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痛心 整整12年的时间里 她饱长风霜 为什么不和家人联系 明明知道父母会伤痛欲绝 为什么还是狠下心一个人流浪 说到底 还是对自己有太多的执念 不肯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 杨将老师在《100岁感言》里曾说过 在这乌鱼横流的人世间 做人实在是够苦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我们越长大就越发现 原来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渺小 自己对家人许下的诺言 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大部分时候都是达不到的 这时候 活着其实就是活一种心态 如果生活太苦 不如放过自己 失败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 相反 一味逃避 不肯与自我和解 甚至伤及人家 这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诅咒 所以说 一个人的执念越深 他的生活就过得越苦 但是 人生从来没有技巧 你只能选择笨笨地熬下去 2017年 年轻导演胡谦 选择了字意终结自己的一生 生前的他才华横溢 却无人赏识 生活窘迫 甚至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他自己也曾在网络上发出感慨 出了两本书 拍了一部艺术片 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 电影更是一分钱没有拿到 最后 连他的女朋友也抛弃他跑了 于是 他把他一切的希望 都压在了自编自导的最后一部电影上 可是 他人生中最后的一部电影 却在与制片方的争执与矛盾中 渐渐走向了破产 于是 在奔走无果后 这个在人们面前充满了阳光的大男生 默默整理好头发和笔记 在楼道里用一根绳子 与这个世界诀别 享年29岁 任何遗言都没有留下 五个月后 胡谦导演的一作《大象席地而坐》 在柏林电影节横空出世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大奖 评委称赞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 甚至已经达到了大师级别 可惜的是 胡谦却已经看不到这些了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风高谷底 有的人高开低走 而有的人厚积薄发 可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 并不是所占山峰的高度 而是触敌反弹时的硬度 最可惜的是 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碌碌无为 而是我们明明还在爬坡的过程中 却最后选择了绝望的放手 有句话说的好 露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 孤独的过冬 人这一生总有被现实打耳光的时刻 多少人表面光鲜亮丽 其实内心却已经千疮百孔 那么这样碎片的生活该怎么熬呢 80岁高龄的导演楚源 曾在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给出了答案 任何人无论你昨天多风光 无论你昨天多诗意 明天天亮的时候 你一样要起身做回个人 继续生活下去 因为明天总比昨天好 这就是人生 其实过好一生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笨笨的熬 当你咬牙在黑暗里坚持的时候 一回头才发现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焦虑似乎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鼓吹成功 鼓吹绝对的理性 鼓吹超人 当你想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你一些所谓的建言 格局大的人不会在意眼前的痛苦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年轻人正在赶超你 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眼泪 于是面对生活 我们越来越不喜欢笑了 越来越习惯垂头丧气 其实生活里的许多压力 是我们自我施加的 有些苦是根本不必去吃的 说到底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活得那么辛苦 那么狼狈 是因为我们活在了 这个社会施加的标配里 比如同事去了欧洲游玩 在你面前炫耀 于是你暗暗发誓 一定也要去欧洲体验一番 再比如朋友有了豪宅娇妻 你心里更是羡慕 于是一股脑背上巨额债务 也去跟风 还有离家12年的小娟 就算只是回到老家 找一份微博的工作度日 不也比在武汉 独自一个人默默承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要好得多 爱因斯坦曾说过 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都能被计算 能够被计算的东西不一定都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节奏 有些东西对别人而言是必须的 对你来说就是多余的 别让自己活在别人的眼眶和节奏里 也不要让一些所谓的人生标配拖垮你 大陆有一部综艺节目 奇葩说里的主持人马东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齐白石有幅画 很贵 买不起 画着的是一个岛上挂着各种网 一间小屋 还有一颗落下去的太阳 提着一行字 网干酒醉 洗脚上床 哪管门外有斜阳 你上进了就不会错过吗 一样都会错过的 人生的真相就是不断轻轻地放下 生活是一笔糊涂涨 我们能算清的只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活在自己的节奏里 其实一点也不丢人 即便我们不曾策马扬鞭 依然可以过好这一生 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只有想不通的人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也许一碗清淡西粥 也能让你吃出玫瑰花的芬芳 小编曾经听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我们苦涩的人生里 你要懂得放过自己 在这短短的一生中 即使再艰难困苦 也许扛着扛着就过去了 也许哭着哭着就笑了 在坎坷人生里 要懂得取悦自己 也许走着走着就平坦了 也许痛着痛着就好了 在迷茫世界里 要懂得释放自己 也许放着放着就想开了 也许熬着熬着就活明白了 在无常的世界里 要懂得原谅自己 也许那些残酷的记忆 最终都会变成你曾经美好的回忆 人生最难的修行 其实就是与自己和解 接纳自己的失败 接纳自己的平凡 也接纳生活带给我们的 千金重担 请记住 人生是我们自己的 再苦 我们也要活得热气腾腾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我们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喜忧 虽然它让我们痛苦 让我们欢笑 但是我想当我们老了的时候 再去回忆这些事情 我们会发现 这一切其实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都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不知道大家在看了今天的内容 有什么感触或者感想呢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与小编进行互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